好多不对劲还是发生在眼前 一切都改变 华丽的音乐剧 加上经典流行歌 是导演Baz Lerman 在电影《红模仿 L'on Rouge》的大特点 前年我在上海和Baz认识了 两个人一起喝了下午茶 边聊电影和音乐 收获和感触都非常多 他和我说 他对中国的热爱 和他后面想拍什么电影的梦想 他告诉我 电影一定要好看到 就算你在飞机上偷看前排乘客的荧幕 会一直想看下去 之后回到了录音室 忽然有新的灵感 那段时间天翻地覆这首歌的前奏一直困惑着我 同时也在想破脑子 整张专辑的开场应该怎么处理 才能让大家进入一个充满幻想和华丽的浪漫音乐故事 后来脑子里面就开始有画面了 一位有点像我在五问西东电影里面的角色 空军和女朋友分手了 主角的世界就那一刻天翻地覆 就像是坠机一样的内心 虽然只是片刻 但用慢速度的方式 拖到一首完整的歌 五分钟结束 随着歌的结束 她和女朋友的生命都同时结束 因此得到了重生 因此专辑有个开始 原本天翻地覆这首歌 没有这样的华丽前奏 但因为那一天和Buzz聊了之后 多了这段音乐 谢谢导演 也希望同学们喜欢 这段制作幕后原本不知道的事